我們媽祖福東的志士 每年都沒有把我們賣錢 將近二十年 將近四十年的孩子 我們同志委 不過了跟我們親人共同志團隊 齊心合力之下 不過了將近兩千萬 加會我們基隆的學子 慶安宮舉辦獎族學金 頒獎儀式 獲獎同學及家長代表 依序上台接受領獎 和慶安宮主委童佑和來賓 來個大合照 求人一名十千金 我們繼續支持 所以鼓勵很多人 所以求很多人 所以來主要真正 也感謝我們的團隊 都教我的藝術去辦 我們的團隊 政治很好 也支持我 所以日子年來 沒有停過 這一點很欣賞 慶安宮從民國九十四年起 每年舉辦兩次頒發清涵獎助學金 還與基隆地檢署合作 頒發新希望育苗獎助學金 今年度總共有213名獲獎 發出的獎助學金高達87萬七千元 慶安宮長期以來照顧基隆學子 散舉令人讚賞 希望這份愛心 還有這個精神可以延續下去 然後傳遞下去 傳達給大家說 我們慶安宮是一個 宗教信仰中心 它還是一個助人 幫忙助人的一個單位 然後我想這個愛心 跟這樣的傳承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努力來學習 慶安宮媽祖是非常自備 他都會鼓勵的學生 就趕緊一步 大家學業來完成 雖然他無法說專門的 大家都無法來 挑用獎助學金 但是他也是顧問 我們老老來玩 我們慶安宮 如果有一天做得非常非常 這個很好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 很多的愛心會受到 祖祖的榜載 慶安宮從九十四年起 開始發放清涵獎助學金 九十六年起發放 新希望育苗獎助學金 幫助基隆地檢署關懷個案 那來這邊最主要是 慶安宮的獎助學金發放的對象 也包括我們的 更保的更生人的子女 及犯保的犯罪被害人 新生人的子女 那我覺得這樣的 八方的獎助學金 非常的有意義 這代表 慶安宮非常在 跟我們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來回退給我們的社會 非常非常感謝慶安宮 跟我們的童勇 這個董事長 對我們孩子的關照 那這些孩子們呢 有這些獎助學金 就好像在冬天一樣 喝了一個暖暖的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 助力 對我們的孩子而言 有這些幫助 對他們真的真的 人生上面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我們在這邊代表所有的教育界 但謝謝慶安宮對我們孩子的幫忙 宮裡面領獎 第一次 第一次 感覺怎麼樣 小緊張吧 小緊張 那有機力 未來的錢要怎麼用 未來的錢存起來吧 可能升大學買東西用 在媽祖的庇佑下 慶安宮期許孩子們能夠努力向上 未來有能力時進而回饋社會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 謝謝